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篩選萬能俠環節 我由世榮跟大家見面為在這個環節 立即坐著朋友號在篩選萬能俠找些熱門不直搏的跟各位說 有時我都會看錯,八千絲那些不一樣照贏 不過有時很多時候都是一些不抵的熱門 不是說他贏,即是沒有二三名,經常都會 不過贏那方面,獨贏的賠率就變得不抵 這個節目都會選出來和大家聊一下 未說之前,希望大家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按右手邊四星龍珠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的賞賣頻道 明天我還會帶大家看看這個Live 用建制賞賞入大小星節,所以大家也要訂閱 今次事不宜遲,馬上坐朋友號,上西水馬納到 看看有什麼熱門馬是不直搏的 看見這匹事在必行都是四點幾倍,未到大熱門的臨場 但是這樣說,他試襲雖然有一次在草地跑得很好的 但這匹馬看血統很漂亮,周歲價22萬老周子 不過身形腳法上又不是特別厲害 看來狀態更加只得八成 比起同場曾經贏過的松草成名 加州有些前速加州星球 甚至乎幾次都有意外的好主意 我覺得他的合理程度就不太高 等他將他養壯一點,有些進步的時候 可能會有更加好表現 現階段變成熱門就不太直搏了 當然,臨場回飛回到六、七倍的 魔雷拉這隻不妨試一試 但這場我就不太看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會有更加多精彩節目 賽日還會有Live 和大家見面 明天只有我一個 看看到時可不可以 和大家用天際賽馬APP大手星跌 加上即場體狀態分析 和大家分析哪些馬狀態好 哪些馬直撥的 甚至乎明天天雨很多泥地 比較困難些 再看看場地變化 和大家說哪些馬值得買 今次時間差不多 多謝收看西選馬六合 我們一會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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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